这些句子千万千万不要这么读了 请你帮他啊 你好啊 你是哪我人啊 怎么样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啊啊啊 今天下雨啊 天气有点冷 所以呢 就泡一点茶 好吧 那就我们就开始吧 Hello大家好 我是陶老师 在我的频道里面 我们分享一些教学视频 技巧视频 还有分享一些播客 还有一些搞笑视频哦 所以感兴趣的同学 记得点赞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好 那我们开始吧 这个字是啊 但是呢 很多时候他都没有读啊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句子 比如这个句子怎么读 大家仔细听 请你帮他呀 再读一遍 请你帮他呀 好 这个句子 我在宿舍呀 我在宿舍呀 再看看这个句子 你去不去呀 你去不去呀 大家发现了吗 在这些句子里面 虽然这个汉字是读啊 但是它的发音 并不是啊的发音 有一点点 呀的感觉 帮他呀 在宿舍呀 去不去呀 看到了吗 这里面我们要读呀 这个也说明什么呢 这个说明了 有些同学觉得啊老师 啊和呀 有什么不一样呢 为什么有些地方是要读啊 有些地方是要读呀呢 现在你知道了是吧 其实都是啊 呀只是从啊 变过来的变题 好那我们再看几个句子 比如这个句子 他是我的同屋啊 你好啊 走啊 听到了吗 这些句子里面 这个啊要怎么读 有一点 哇的感觉 同屋啊 好啊 走啊 所以以后 不要读啊了 有些地方我们也读 呢 看看几个句子 你是哪国人呢 怎么样了 人呢 你是哪国人呢 不是你是哪国人啊 不是这样的 怎么样了 嗯了 怎么样了 不是怎么样啊 记住了吗 然后我们最经常看到的一个句子 就是这个 是啊 不对 应该是是啊 是啊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看到了吗 这些地方要读呀 有点呀的感觉 我是陶老师 你叫什么名字啊 字啊 有点咋的感觉 你叫什么名字啊 对 不是你叫什么名字啊 不要这么读 好了 那相信大家都发现了 其实这个啊 有很多遍体 像 呀 哇 那 啦 啦 等等 有些地方我们读呀 比如说 啊 哦 呃 一 员 运舞 结尾的时候 我们一般读 呀 同样的道理 在 呜 哦 哦 结尾的时候 我们读 哇 比如 好 哇 你看 哦 是吧 好 哇 不要特意去读好啊 太累了 下面两个也是这样的 人 恩 是吧 你是哪 我人 那 你看 你都已经有笔音了 是吧 那 对 自然一点 还有一个 怎么样 你看 要 怎么要了 最常见的就是这个 是吧 有点 的感觉 自然一点 是啊 是啊 你是涛老师吗 是啊 好 那相信 看完这个视频以后 大家明白了 这个啊 和呀的区别 啊和哇的区别 还有 那呀 那呀 咋呀 等等 其实都是 啊一个字 这个啊的 遍体 有些地方我们读呀 有些地方我们读哇 那 那 等等 以后 遇到这样的句子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读啊 谢谢你们观看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一下哦 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一下 请不吝点赞关注一下